我叫周靖 来自上海保钢集团有限公司 是保钢集团经济管理研究院的一名研究员 我所从事的主要工作 是通过软科学的项目研究 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建研县策 我所跟踪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 是中国废钢产业的未来发展 对整个钢铁工业所带来的革命性影响 目前我在国际钢协担任访问研究员的职务 然后所从事的研究项目也与之相关 是对世界范围内消费后钢铁回收率的研究 我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 本科专业学的是冶金工程 研究生专业学的是工业生态 对于这两个专业的学科的学习 让我对整个钢铁工业的可持续发展 有了更深的认识 我非常高兴能有机会 在中国这个全球化的钢铁企业工作 并且能够学以致用 我最喜欢我工作的地方是 在我的工作过程中 我感觉到每天都能面临新的挑战 我要去了解钢铁相关的新的环保资讯 去接触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专家学者 和他们一起探讨学习 最重要的方面是当我的研究成果 还有我的一些结论建议 能够被公司采纳 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贡献力量的时候 让我特别有成就感 这些经历让我对我的工作 时刻保持激情 并且让我非常热爱我的工作 让我惊讶的是 当我在2001年 开始我的大学生涯学习的时候 我就听闻钢铁产业 是一个西洋产业 但是在过去的十多年里 大家都可以看到 钢铁产业仍然是我们国家的 一个支柱产业 并且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 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热爱钢铁 是因为钢铁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应用最广泛的一种基础材料 随处可见 大的如房屋 桥梁 汽车 小的如裹碗瓢 刀叉 由此可见 我们的生活是离不开钢铁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 是因为钢铁它还是一种 环境友好型的绿色材料 并且能够100%的回收利用 有点赞 这种感觉 都是这样的 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的生活中 有点赞 有点赞